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空城记都是诸葛亮的代表所 但是在刘备死后 如此聪明的诸葛亮 为何没能带领蜀国统一天下呢 刘备死后 诸葛亮开始多次北伐 但都以失败告终 也没能完成刘备对他的期望 那么为什么一生不知多谋的诸葛亮 没能北伐成功乃至统一天下 反而蜀国成为了第一个被灭亡的 聪明绝顶的诸葛亮 为什么没有一统天下 毛主席一言道出原因 其一 接停之大物 接停这个重要战略地位的尸首 使得诸葛亮的进攻 陷入了十分被动的局势 这一招不甚真是满盘结束 指挥纸上谈兵的马速 让诸葛亮所有的用兵计划 瞬间真的成了一堆谈兵的废纸 曾经缜密的思索 都化作成堆空想 掌握接停 楚汉就相当于站稳了 一个重要天然关口陆山 占领陆山后 秦陵以西再无可求之事 那土地简直就是诸葛亮的囊中之物 第二就是不懂关键时刻主帅 应亲自临阵调度以侧应战事 毛主席心里清楚 关中已拢佑地区兵力空虚 守备废持 这对于诸葛亮来说 是一个千次良机 但是诸葛亮偏偏走错了这关键的一步 北进阶停 最后失掉阶停 造成了不可扭转的局面 第二个缘由 后主刘禅脆弱能干 刘备身后 刘禅继任 但刘禅和刘备 比你真实是差异太大 有时候不止帮不了诸葛亮 还拖了诸葛亮的后腿 第三个缘由 实力加命运不济 楚国和吴国卫国比你较 人数较少 并且军事力气也有差异 诸葛亮北伐时的命运 刘禅